哈喽大家好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买房的想法 九成上班族都觉得买房子很重要 莫想拥有自己的一间房子 但能够实际实践的人并不多 原因是许多人并未做好财务上的前前规划 不炒手购族认为买房子要准备投期款 还有计算每月应该付的贷款就好 却忽略其中的妹妹嘎嘎 导致购物后必须勒紧固带过生活 甚至必须筹钱周转 今天就让特派员一元 带领大家在最短的时间内 计算一下买房子时 如何事前规划各项支出 控制预算 安心成为有房族 在进入下一段之前 还没有订阅我们频道的朋友 记得先订阅并加小铃铛 再继续看下去哦 银行在评估贷款陈述条件时 还会考虑物件本身地点 与贷款人财务状况两大部分 一般来说投期款单约站 物件总价两成到三成 物件本身地点就是房子所在的地段 很常听到有人以荷包蛋来解释房屋状况 淡黄区主要为台北市 新北市等交通便利 房价较高的区域 淡白区则通常是交通不便 房价较低的区域 如果你买的房子位于淡黄区的台北市 因为地价较贵 通常申请贷款能带到八成左右 新北市监狱在1000公尺以内的区域 也能带到八成 所以你会听到有些人会推荐购买这个区域的房子 可以带到较多比例的贷款 至于其他地方就不一定能带到八成 还有如果是15坪以下的小套房 要带到最高的八成也不容易 贷款人财务状况可分为 贷款人的财力 信用记录 以及是否有稳定的薪资收入证明 决定要拨给贷款人多少的贷款比例 如果第一次买房 军工教人员 医师 律师 会计师 建筑师等专业人员 或是百大企业员工 被银行认定收入相对较高 资金也会比较充裕 所以可以带到较多金额 另外 与银行长期有正常的往来记录 例如是这家银行长期的活期存款客户 或是信用卡账单长期以来 都能按时缴款 过往没有欠款记录 这些条件都能证明你的财务状况稳定 对银行的审核贷款乘数会有加分效果 如果是俗称小白 就是没有跟银行往来 或者信用卡等联征资料者 或是过去有欠债或循环利息等不良记录的人 此时银行放款态度相对会比较保守 很多刚买房的有可足 手上的钱付了头期款 还有许多买房的隐藏费用 例如装潢费 家具 家电 代书费 仲介费 及其他费用后 身边存款所剩不多 此时每月又要面临缴交贷款 为了让自己资金压力小一点 有些人会选择向银行申请 房贷宽限期 就是只在贷款还款上宽限的期间 只需要缴利息 不需要还本金 一般宽限期银行大多给一到三年 这段时间经济负担及压力小一点 宽限期是一种先干后苦行的付款方式 只是暂时不用还本金 不代表着完全不用还 一定要先了解到本利摊真正要还款的金额 如果有一天每月要开始摊还本金及利息 每月要支付的金额就会越高 建议房贷以20年期为主 因为贷款期间拉长到30到40年 意味着剩下27年要缴原本30年平均分摊的本金 每个月的还款本金会加重许多 所以申请房贷时要做好 事先周知规划 以免到所有资金都转不灵 通常理财专家会建议每月付贷款金额 不要超过薪水的三到四成 举例来说 月薪50K上班族 每个月房贷金额最好不要超过 1.75到2万元 若是双新疆所的10万元 则每月房贷金额最好不要超过3到4万元 付得起头期款不代表买得起房 别小看房贷利率0.几%的差别 也会影响总贷款金额 若是利率不固定 也要留意未来利息上升后 要承受的负担远越高 假设贷款500万元 当利率升高1% 每个月就要多缴2500元左右 是个不小的负担 想要购物的上班族 不妨先自己试算一遍 你有能力买多少钱的房子 即使只有每年2%的利息 长期下来仍要负担数百万元的利息 一不小心 可能会让房屋贷款成为家庭的经济负担 算一算你买得起多少钱的房子 举例来说 1元我想要买房子 房子的总价是1000万 我跟银行带到五成 有就是带到500万元 如果用单一利率1.31% 20年期计算的话 500万元使用本息平均摊还 每个月要缴23,693元 如果是本金平均摊还 就要每个月缴26,292元 如果跟银行申请3年快限期 只需缴交利息 蜜月期过后 每月本息平均摊还要缴的钱 就要增加到27,354元 本金平均摊还要29968元 这里跟大家说的小重点 从表格来看 本息平均摊还比本金平均摊还还要划算 这样一般正常人都会选择本息平均摊还对吧 谁会选择本息平均摊还呢 这就是银行的小Mega 有些人没有做出功课 可能在跟银行专员洽谈时 选择本息平均摊还 缴更多的钱 所以如果你跟银行专员洽谈时 再多问一下 有没有本息平均摊还能帮你省更多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